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混乱中他与一位神秘人调换了记忆 记忆恢复错乱让江峰想起了杀人的记忆 于是他就到警察局里自首并不太详细解释记忆里的现场 可警察们都不相信他认为他是在编故时 就把他暂时扣押在了警局 之后的时间里他又想起了一些有关于案件的信息 警察发现这些提供的信息与现实完全符合 就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对这次杀人案进行了再次掩查 这时回想起来的记忆使江峰十分担心自己太太的安全 出于心急的江峰就和观察一起的罪犯借了个自残凶器 如果吞下他就会被警察送去医院 可万万没想到江峰却把刀片向他嘴里塞进去 并借此逃离了扣押所 出去刚好碰到了自己的老婆 只说了一句话 就因打伤警员给正式扣押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 江峰的记忆很有可能和凶手调换了 因为回想起的记忆力会使自己成为里面的主角 雷警官就调出了记忆医院里的一张监控录像 影像的那位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随后江峰的记忆就是警察破案的主要关键 为了让这记忆了解得更深刻 沈警官就想了一个办法 江峰就照做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但自己被困在了自己的记忆里 还好有沈警官把他叫醒 江峰又说起了凶手与李小云的关系 沈警官又开始对李小云进行私自调查 他却还是没有说 因为他未成年 所以不能叫到警察局与江峰对峙 在无意间江峰看到了一份电话簿 你不是说李慧兰家最后一通电话没有查到吗 我还没合适呢 你明明查到了 你为什么骗我呀 我有我的程序 这是谁的电话 你明明打一通电话就可以查到的 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发现沈警官在隐瞒着什么 江峰的老婆随时都有可能会有危险 出于心急的他又吞下了手中的刀片 在依旧的时候他趁机逃跑赶去了太太所在的地方 此时太太张戴成现在和一位女子陈珊珊在看音乐会 接到这消息也赶了出来 江峰一看见张戴成就拉着他的手迅速离开这里 不知道原因的张戴成也有点反抗 最后陈珊珊也去帮忙被江峰掐住脖子 但被突如其来的保安给看到抓住了江峰报了警 此时的雷警官通过一大堆逻辑猜测到了犯罪人 又有可能是女的 随后江峰就知道了沈警官在包庇陈珊珊 也清楚今天自己像一个怪物 江峰就全力配合警方来画雷警官说的神秘语字 为了放松张戴成同意与陈珊珊一起去看花散心 江峰也和雷警官前去记忆移治医院做手术 当刚要手术开始时 江峰又回想起了一切的记忆 他回想起了的原来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是凶手小时候的记忆 雷警官也立马通知了沈警官 江峰也向他老婆打了电话 结果发现他老婆张戴成正在很深深家的花房 听到这里江峰也想起了记忆中那个花房 就立马前去那个的地方 刚通知完的雷警官转头就发现人不见了 雷警官也就只有去问李小云了 在询问过程中被一位熟人看到了那个花像 很快江峰也来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 走进那个花房后看到的却是沈警官躺在地下 并说张戴成被沈珊珊给杀死了 真是可怜一位孕妇啊 离气之下江峰拿起枪要杀死沈珊珊 但又觉得不对劲 沈警官为什么知道张戴成有孩子呢 一回头时被沈警官一拳打倒在地 原来沈警官在记忆大师那里做了手术 现在脑里装的是江峰的记忆 之前那个在医院里的神秘人也是他 有可能江峰就是和他拿错了记忆 这一切也都是他安排的 由于警官事弹力薄被反了一波 就快要被掐死时又反了一波 警官拿起身边的木棒向江峰的头砸去 江峰也晕了过来 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老婆和沈珊珊都没有死 正在门口的沈警官拿起枪对着他们 本来进化好好的却被江峰给搅和了 连续两枪江峰中枪了 珊珊被打死了 张戴成立马上前阻止沈警官 因为沈警官的脑子里装的是他老公的记忆 所以肯定会不忍心开枪 这次不是沈警官开的枪 而是刚到的雷警官开的 一枪打中了沈警官 最后抓住了他 一切都结束了 凶手也找到了 可江峰与张戴成初次见面的那段记忆 再拿不回来了 随后他们在救护车上又重演了初次见面的话题 关注成余电影 一起来看你想看的电影 听你不想听的故事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解说到这里了 需要改进的地方 还请各位大神在评论处高抬贵手指点一下迷津 因为新手上路真的很需要宝宝们的顶礼相助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